各位企友大家好 我是佳鴻 那麼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來看得起呢 是在第二屆的野狐人氣爭霸賽的八強戰 那麼對比者分別是紫黑的范玉若 還有紫白的柯傑 那這個野狐人氣爭霸賽呢 雖然是一個網路比賽 但是他的冠軍獎金也是非常高 有50萬元人民幣 可以說是不輸於現實中的職業比賽 所以很多頂尖高手也是對這個比賽非常的重視 好那麼我們接下來就來看這版棋 這局棋是由范玉若紫黑棋 那麼柯傑拿白棋 在一開始布局當中呢 黑棋是走錯小木的開局方式 而且是走無優角的地角 可以說是走比較堅實 那這時白棋右上掛一下 被黑棋給二間高甲 白棋沒有在這裡選擇飛壓或者是跳 或者反甲之類的下法 而是拖先左上這一靠 那當黑棋搬完立下應對的時候呢 白棋再走到這個反甲 可以說是走了比較靈活的下法 那接下來呢 黑棋為了避免這邊被白棋給飛壓 是走到這個飛 那這時候呢白棋是脫先了走到左下 去避個角 那接下來黑棋在上面去檢討白棋這邊的保起 直接打入 那在這個地方呢如果說白棋簡單的跳呢 也算是比較普通的下法 不過實戰當中柯傑 又選擇了繼續脫先 在右下這一避角 這避角當然也是眼見的好點了 那接下來的黑棋呢 是走到這個靠柱 不過這個靠柱啊在AI看來可能算是比較差了一步起 因為呢這個起啊就被白棋簡單的長彎一爬 那上方一帶 白棋就很快的處理好就安定掉了 所以說在前面這邊呢 AI是比較建議黑棋啊要嘛就脫先 那如果局部要下的話 可以採取直接二路跳下 或者是呢這邊尖一個 就直接把這兩顆子給分開來那讓白棋 沒有太多的一些借用 因為實戰這個直接靠住被白棋這個長彎一爬 這樣子白棋可以說是 走得比較舒服一點 那接下來呢黑棋實戰是搬完一下 那再接住 不過這兩手棋啊AI也覺得稍微差一點 可能黑棋應該頂住 那當白棋搬過來的時候呢 黑棋再夾上去 那白棋可能得接 那黑棋再擋住 這樣子走呢這部棋有頂到 目數是比較好 而且在外面一帶 也是可以有整個的外勢發展 好那接下來實戰黑棋是搬完接住 那這時候白棋啊也是比較機敏的 往這邊一頂 那剛剛這邊如果白棋選擇二路退的話 那將會被黑棋頂住 接下來還有二路搬的一個利用 那白棋可能覺得稍微比較受不了 所以說呢 就在這時候選擇三路頂過去 那接下來黑棋 也面臨了兩個選擇 看要二路擋下去 為右上角控 還是B位擋住 那如果黑棋B位擋住呢 那白棋這邊頂完一下之後 再回到這一退啊 我們可以發現 黑棋就沒有二路搬進來的一些利用手段了 這樣整體來說呢 白棋的目數 是會比剛剛單退要來的好許多 這邊黑棋還得主動一下 那白棋再走到右上角 去活個棋 那這樣子走呢 白棋算是比較得力的 所以AI也是判定啊 這個棋呢 黑棋實戰的這個二路擋下 是比較便宜的 好那接下來的實戰呢 白棋再走到這一班 那接下來 白 黑棋再走到上面的 二路斷打 那這個二路斷打 本身目數是非常大 而且呢 他還有一些後續的手段 所以說白棋是在這裡 去補一下 那如果說白棋脫先會有什麼樣的棋呢 黑棋這裡啊 是可以頂完一班 那白棋這時候 兩顆子得接住 那黑棋就可以把這個四顆子 給斷吃死了 白棋如果衝下呢 那黑棋可以搬 這樣子四顆子啊 就被黑棋給收入囊中了 所以這個棋 黑棋在這裡還是有許多的手段了 所以實戰白棋 是把這邊給補助 本身也是目數非常大的一步棋 那接下來呢 黑棋就拆到右邊 白棋 右上拖三三 那這個地方如果黑棋選擇 B位斑的話 那在將來啊 白棋有A位斷 或者是B位斧出的各種利用手段 所以黑棋覺得比較受不了 採取二路立下的下方 那接下來實戰呢 白棋在下面開拆 那麼黑棋在右邊呢 繼續擴展他的模樣 那白棋在左上這一靠 又是繼續來利用 黑棋的這個無油角的地方 那因為黑棋這邊算是蠻堅實的 所以白棋各種碰啊 基本上也是不虧 那黑棋這個地方就搬完一下就脫先了 不過AI是覺得這個二路爬啊 還是非常的重要 那因為這裡如果說被白棋給搬完再擋住的話呢 將來這個段啊 這一段下去之後 黑棋整個角都還會變得比較薄 而且這個拐一下之後 白棋整個是變得非常的厚 那如果說這個地方是被黑棋給爬到啊 那這個一出一入 不管是木樹還是局部的後保都是差蠻多的 所以AI是覺得這時候白棋還是應該拐下來 不過實戰當中的科捷呢 是走到這邊的二路一拖 那在在這裡啊 他就準備來利用這些手段 去擴展整個下面的模樣 拖完之後在這個段 當然是必須的下法 那黑棋這時候爬進去 白棋就擋住在打吃 這邊基本上是單行道 那下一步棋呢 白棋直接往黑棋身上一靠 意圖要最大限度的 去擴展下方的模樣 那這時候黑棋搬白棋再反搬 那接下來實戰呢 黑棋是往這裡去斷打了 不過AI認為啊 黑棋應該連搬會來的比較好 白棋基本上得接住 那黑棋再藏進來 白棋這時候如果說搬完藏進來 去把黑棋這個模樣給打散的話呢 那黑棋也可以飛進來 雙方就形成了一個互破的格局 那我們可以發現黑棋在這裡啊 他的形狀是會來的更加堅實一點 那白棋下面呢 其實棋形是比較鬆散的 所以說如果要互破的話 白棋應付起來應該是會比較吃力的 那剛剛這邊如果白棋選擇 畢業斷打的話 那黑棋啊 也可以先尖一下 問一下白棋在這一代 是要怎麼去做補棋 那甚至於下一步也有靠一靠 外面也有跳出 黑棋在這一代是不怕被白棋給攻擊的 所以說剛剛這邊黑棋可能應該連搬比較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實戰斷打完 後續會形成什麼樣的進行 下一步棋呢 黑棋往這裡一斷 意圖把中間的白子給斷開來去做攻擊 但是這時候 白棋就非常簡單的 反打完一退 原來白棋真正的目的啊 是為了要做棄子 這時如果說黑棋很簡單直接吃住呢 那麼白棋中間打一下之後 再回到這邊貼住 白棋已經把這邊給完美的縫住了 那在下面一代已經圍成了大空 而且中間還打到一下 在左下一代呢 也能夠有非常不錯的發展 走成這樣子 黑棋很有一種重計的感覺 所以說實戰的黑棋呢 是從這邊飛下 那白棋就靠住 黑棋再長過去 但是呢 那下一步棋啊 白棋再往這裡一擊 又是非常精彩的手段 黑棋這時候如果說還想要救這兩顆子呢 那只能夠去衝過來 但是啊 白棋這個滾包是讓黑棋非常受不了的 黑棋只有體 那白棋再打完 再擋住 那這樣子走呢 我們可以看到黑棋三棋 白棋也是三棋 雖然說攻殺來講 黑棋是 可以獲勝的 但是黑棋這邊啊 沒有辦法再去做亂衝 只能夠簡單收起 那就被白棋 給中間打吃一下 再把這邊給接住啊 白棋還是能夠漂亮的去做棄子 而且最重要的是 白棋還搶到一個先手 再走到左下這一拆啊 哇那這個棋 黑棋可以說是非常慘烈的一個結果 只吃到這一點點子 那麼白棋呢 下面圍成大空 那還搶到先手 左邊拆一下 左下的規模已經是非常驚人了 走成這樣子 黑棋顯然不行 所以說前面這邊白棋擠的時候 黑棋就不能在B位衝打過來 而是要A位接住 但這樣子走 也被白棋把中間兩顆藥子 給斷死了 好那接下來實戰呢 黑棋是往這邊尖一下 那這一尖他的意思是說啊 如果白棋簡單提掉 那黑棋將要從這邊衝斷 去做狙擊 這時候白棋這五顆子 很有可能是不好辦的 白棋接下來如果得救呢 那必須得往這邊爬兩下 那黑棋再從這邊繼續立下 白棋這時候如果說從這裡接 想要去攻擊中間的黑子的話 那黑棋可以從這邊虎下 那這一虎啊 白棋如果直接搬住 黑棋將要斷完立下 白棋必須得擋 那黑棋再往這邊打一下一頂 那這邊局部的攻殺呢 黑棋是有三氣 白棋只有兩氣 白棋不行 那當黑棋尖的時候啊 白棋的柯傑也意識到 這邊有被衝斷的這樣一個毛病 所以說就沒有選擇中間的體子 而是回到下面接住 那這時如果說黑棋選擇接住 把兩顆子給救回來 順便吃白棋中間的子的話呢 那又陷入了貪吃的這樣一個毛病 白棋就回到這邊尖 那黑棋得做貼氣 然後白棋就利用幾下 這樣子走 白棋還是達成了完美的棋子的目的 把這邊給完全的封住 而且呢還搶到先手可以左下拆一下 這樣子走 白棋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說實戰的黑棋呢 這裡就沒有接住 而是虎一下之後 還是走到這邊衝斷 要衝擊這個白棋衝斷的毛病 那接下來實戰呢 白棋是往這邊爬一下 那這邊先 先手轎吃一下 再走到這邊 一爬 那接下來右下角攻殺 到底是什麼結果呢 黑棋這時候基本上有 AB兩種選擇 那實戰黑棋是選擇二入肩 那如果黑棋立下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白棋這時候必須得注意到 這裡是有一個斷點 如果說直接選擇 提掉去做收氣呢 那麼黑棋這個斷完立下 白棋得擋 那黑棋再擋到這邊的時候 再這一頂 局部 白棋就不行了 這邊只剩下兩棋 然後黑棋還有三棋 這樣子 白棋是被吃掉了 所以說白棋必須得兼顧這裡的斷點 還要去注意到這邊攻殺比棋的問題 那最好的去兼顧兩邊的方法 就是這個221檔 那這一檔啊 黑棋接下來還是得 要從這邊斷 去尋求頭緒 那這一斷完一串之後 下一步再走到21斑 那局部這個地方啊 將會去形成一個打結 那為什麼會形成打結呢 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白棋這時如果說直接提掉的話 那麼 將會是比較不好的 因為黑棋 可以從這邊斑 再斷打 那白棋得提嘛 那黑棋這邊一打吃 白棋如果直接開結呢 我們可以發現局部啊 將會是一個黑棋的先手結 那黑棋當然是會萬結不硬嘛 那下一步棋就直接把這邊給全部轟掉了 這樣子走 黑棋在右下一代 可以說是所得非常多 這樣子白棋是不行的 因為白棋主要是沒有結彩 那右下角一帶 只要出現黑棋的一個先手結啊 白棋就不太好了 所以說呢 白棋這個B位提掉是不行的 那如果說白棋選擇C位 堅以下 意圖去跟黑棋做攻殺呢 那跟剛剛的結果也是大同小異 黑棋可以走到這邊 撲完在這裡打吃 那這裡將會變成一個黑棋的先手結 白棋全盤無解的情況下 那就會被黑棋給全部提掉 白棋不行 所以說白棋最好的下法很有可能 只能這裡擋住 那右下角就被黑棋給搬入21 那在這邊呢 又要去形成一個打結了 白棋最好的下法就是這邊擋住 那被黑棋給打吃一下 白棋提 黑棋再接住 那有的人就想了 這樣子 黑棋不是還是一個先手結嗎 黑棋還是萬結不硬就OK了 但是啊跟剛剛的區別在於說 白棋這五顆子 是沒有死掉的 而且還把黑棋這邊給吃住了 這樣子走 下一步棋啊 黑棋把這邊給全部提掉的話 白棋的損失其實是沒有那麼大的 而且接下來呢 白棋還可以在外面連走兩手 那這樣下呢 根據AA的判斷 算是白棋稍微好一點 但是相對來講啊 也算是 黑棋比較能接受的一個結果 那實戰的黑棋 是走這個二路尖 但是這樣子下 就白棋很簡單的 打吃完接住 這局部來說呢 就是一個 白棋快一氣的結果 這個斷吃之後 看似白棋只有三氣啊 那黑棋四氣 但是 白棋這邊先手打吃兩下之後 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 兩班長一氣的棋型 那白棋再回到中間收氣 局部 黑棋就被吃掉了 好那接下來實戰 黑棋走到這邊監住 那白棋就中間打吃一下 走到這邊啊 根據AA的判斷 白棋已經是大優的結果 所以說主要的原因就在於黑棋前面沒有 沒有這個立下 而是選擇二路尖 好那接下來實戰 黑棋走到左下逼住 那白棋夾攻 那黑棋這時候選擇一個非常經典的 藤螺下法 就是點完一拖 那實戰白棋是選擇內擋 那黑棋就頂一下 算是一個連貫的手段 這時如果白棋簡單接住的話呢 那黑棋這時候可以衝斷 去做利用 白棋接住 黑棋再繼續貼 那白棋這邊得硬啊 那黑棋接下來這個斷打完打吃再貼一下 在中間這一跳 黑棋就透過一些棋子下法 完美的達成整形的目的 所以說這樣子走呢 白棋應該是有點被得力了 所以說實戰的柯傑往這邊一頂 那還是去強調黑棋這邊的一些保衛 那黑棋實戰直接衝下來 那接著衝下 不過這邊根據AI的看法呢 他認為黑棋可能還是走這個退回來的比較好 白棋如果回到這邊擋住 那黑棋可以再往這邊靠 局部 會來的好一點 黑棋實戰是立下 那就被白棋把這顆子給搬死了 那接下來實戰 黑棋一個人靠 那白棋這個虎丸接一下 再跳 那黑棋 往這邊大飛 飛出去 雖然說黑棋是蠻成功的 把左下角這邊 白棋的一些勢力給打散掉了 但是啊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被白棋這一拐呢 白棋也是搶到一部大棋 那這個棋盤也是越來越小了 留給黑棋的機會 已經不多了 那接下來實戰 黑棋往這邊靠一靠 還是繼續加強中間的這塊棋 那白棋也都非常老實的 冷靜硬住 那經過了數十手收關之後 白棋還是掌控做了優勢 接下來看要左下擋一擋 或者是呢中間貼一下 基本上簡單的收收關 賣相勝利的終點 問題不是很大 但是實戰的白棋呢 往這邊穿向眼 那這一步棋啊 他的用意是為了要追究 黑棋整條龍的一個保衛 那這步棋其實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在優勢的局面下 可能就有點沒必要了 那實戰的黑棋接下來 往外貼 去做出頭 然後白棋衝一下 破壞黑棋的眼位 再回到這邊接住 那接下來呢 黑棋往中間這一靠 那這兩顆白子呢 就得思考一下 怎麼去做出頭 那實戰的白棋往這邊尖 當然是唯一的一手 那接下來呢 白棋就簡單打出去 那下一步棋呢 實戰的白棋往這邊一貼 那這一步棋 可以說是一部嚴重的勺子 那這裡呢 白棋可以看到很明顯 這個尖是可以順利去做聯絡的 黑棋如果要切斷 必須得從這邊去衝斷 衝完再接住 那白棋就很簡單接住就OK了 那麼前面白棋實戰貼 被黑棋尖的時候 局部這個聯絡就已經產生問題了 接下來如果白棋 繼續衝的話呢 黑棋必須注意到 局部不能夠用斑的 因為接下來呢 白棋這邊衝一下先手 再走到這一擠 這裡有一個衝斥 那麼這邊有一個雙吊斥 局部 黑棋無法兼顧 黑棋崩潰 所以說當白棋衝的時候呢 黑棋必須得團 那接下來啊 白棋如果還是尖 黑棋可以擠上去 這樣子走 白棋是出不了頭的 將會死在裡面 那實戰的科傑呢 是下了一個更具有迷幻性的下法 就是往這邊一尖 那這一尖的時候啊 黑棋必須得謹慎應對 這裡如果說 黑棋選擇B位衝的話呢 那麼白棋這個叫吃完 再這一衝啊 黑棋就不行了 如果還要繼續阻渡呢 那麼這裡 就被白棋給斷死了 這樣子 黑棋不行 那如果說 黑棋選擇這個 C位擠的話呢 那麼白棋啊 也可以走到這邊的接 黑棋接下來沒有辦法去衝啊 這樣子走 跟剛剛是一樣的 白棋就斷倒完 衝過來 黑棋不行 所以說實戰前面這邊啊 黑棋的B位衝 還有C位團 都是不行的 只有像實戰一樣 A位單衝 才是最好一下法 那麼來看一下 白棋有沒有什麼抵抗的方式 這時如果說白棋直接C位接住的話呢 那麼黑棋是可以往這邊單接 接下來白棋如果接住這個 那麼黑棋是可以從這裡去做切斷 白棋如果爬回 黑棋打吃 局部來講 白棋整塊棋 已經是不活了 這樣子走 白棋顯然不行 那當黑棋接的時候 白棋如果選擇B位接住呢 那麼黑棋也很簡單直接連回來就OK了 這樣子走 白棋的斷點 還有這邊的衝下 兩邊無法兼顧 白棋不行 那如果說白棋選擇B位接呢 那麼黑棋也很簡單 從這邊一接住 把白棋給切斷就OK了 白棋如果說想要就中間的子力呢 那麼必須得接住 那黑棋還是走到這一接 白棋擋的時候 黑棋打吃 局部白棋整塊棋 還是不活的 所以說 這個棋呢 被黑棋給衝過來的時候 白棋已經是宣告 這中間的子力 連不回去了 只有像實戰一樣 踢在這邊 被黑棋給擠 那在 中間這一貼啊 白棋 中間全部死進去了 雖然說中間被黑棋吃掉了許多木樹 但這時候的白棋啊 如果說冷靜下來 從中間衝完再衝 繼續去做收關呢 那局面 還是比較細微的 但前面這邊的科姐啊 已經是冷靜不下來了 這時候直接往右上 這一壺 準備開腳 但這步棋啊 居然是一個後手 這時候範運弱 算清楚之後 往中間這一接 那把中間的木樹 給全部圍上 正式宣告 白棋的木樹已經不夠了 接下來白棋往右上21班 那這邊白棋 黑棋斷上去 看似是一個打結啊 但是實戰後續 我們就可以看到 局部 其實是一個禁死 黑棋假裝的打了幾個結之後呢 走到這個打吃完直接擠上去 在這裡的白棋啊 顯然就已經無法做出兩隻眼了 接下來的科姐雖然說努力的開腳 但是呢 無奈外圍的黑棋實在是太厚了 白棋並沒有辦法繳出什麼東西 走到這步段的時候 白棋局部已經宣告完全陣亡 那白棋也就投降了 縱觀這整盤棋呢 白棋在前半盤算是發揮得相當不錯 在右下角一帶的戰役啊 一下子就獲得大優的局面 但是呢在後半盤來說 白棋這一步貼 算是非常嚴重的失誤 一下子就把 前面的優勢給葬送出去了 被黑棋這一間 那中間死在裡面 目數損失慘重 那白棋又沒有即時的冷靜下來啊 被黑棋後續這個接住 那局面 就已經傾向 黑棋這邊了 好那這盤棋就跟大家欣賞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收看